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红梦游花景 作者周淑萍 绘者邱千荣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红妈妈带着小红 一起去到森林里面散步 阳光在树林之间小小的洒落 暖暖的风吹起来 小红很有精神的大步大步向前行 妈妈就提醒小红啦 不要走那么快呀 慢慢找一下路边的小蘑菇 摘多几朵 晚餐呢 我们就可以煮点浓汤来饮的啦 小红好开心呀 呦呼 想起妈妈要煮的浓汤 她感觉自己的口水就要流出来呀 红妈妈就说啦 啊 有些花呢 就可以用来做料理的 不知道加进去的浓汤里 滋味是怎样的呢 花都可以吃 小红的脑里面呢 立刻出现了好几种用花来做的料理的模样 嗯 好想吃呀 小红想想想想一根不留神 被一棵大树巾拌倒了 滤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树洞呀 哇 树洞又深又长 好似一条大水管滑梯一样 小红怕到不敢打开眼睛 噗一声 小红的屁股呢 坐在一堆咳咳的东西上面 哎哟喂 被她押着的玫瑰花呢 同时都发出哎呀哎呀的惨叫声 小红赶紧起来问 真是好对不起呀 请问你们知不知道 哪些花朵是可以用来做成料理的 那些玫瑰花呢 看上去好像一排排卫兵似的 他们说 能够造成料理的花儿就有很多的 只不过今天是我们的音乐会 你要一起来帮忙 我们才告诉你 小红沿着玫瑰花卫兵的方向 一路向入面走 前面呢出现了好几朵大大的牵牛花 不过呢 他们互相迁在一起 乱七八糟 小红呢好细心的样 帮他们整理藤蔓 并且呢 将担任低音喇叭的大牵牛花 迁在支架的底下面 再将担任高音喇叭的小牵牛花 往上面攀 来练习看看 来练习看看先 试弹了几声之后 嗯 成任轻柔又优雅 哎呀 糟了糟了 原本担任指挥街的蒲公英 突然之间被风吹走了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紧要的关头 发生这样的事啊 大家紧张到花容失色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 啊 有啦 小红可以帮忙啊 他陪着大家练习了这么久 等他来做指挥就最好了 表演正式开始啦 彩色的花海跟随着音乐一同偏偏起舞 实在太精彩太精彩啦 观众拍手叫好 表演者呢 小红纷纷一鞠躬 小红指挥家更加是收到好多礼物啊 一阵奇异的风吹来 浓浓的婚姨草香 令到小红的眼皮呢 越来越重 真是好想好想睡觉啊 小红 小红啊 醒醒醒了啊 我们够时间回家的啦 小红打开眼睛 嗯 发现自己睡了在棵大树上 妈妈正在微笑地看着它 嗯 哈哈 妈妈看着小红脏糊糊糊的袋子 哎哟 玫瑰果醬 末里花香包 嗯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小红好自豪地说 这些是我做指挥家的礼物来的 小朋友啊 小红的奇语呢 真是非常之美妙啊 不单只成为了花儿音乐会的指挥 而且还收获了好多礼物 大自然有各种美丽的花花草草和树木 大家亲亲大自然的时候 记得要爱护每一草 每一木 因为它们不单只给予我们美的享受 而且还是不少动物美丽的家园 好了 故事就来到这里 快点来写群投票啦 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欢迎给我赞我们 如果想继续听到更多精彩的有声书 可以透过赞助 支持我们的制作团队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